好了,今天就輪到說霸人暮尼克的轉會 再更新一下 而且我都發現原來我之前是沒什麼詳細重點去說 霸人的轉會策略 之前是要說到利萊辛尼和侯母斯 才輕輕帶過說這個就是霸人 所以今天就要用上一條片的時間 去專門說說霸人的轉會 說到這次的轉會槍來說 其實霸人是各大歐洲強隊當中 最需要不停買人的球會來的 因為有很多霸人的球員都一次過走了 上一年他們的左後衛貝蘭特 去了巴黎之後 霸人根本是沒買過左後衛的 而且今季結束之後 這個拉菲爾、列貝利、諾賓、侯母斯 也都接二連三離開 起碼都要買回四至五個有級數球員才行 雖然他們很快都已經搞定了兩個 法國防守大將轉會 包括三千五百萬歐元買柏華 還有八千萬歐元買盧卡斯、柯蘭迪斯 的確是對政下約的 解決了後防線機問題 而且也提升了防守的質量 但是之後再沒有成功的收購聽到了 相反 拜仁的主要競爭對手多蒙特 已經買了需要買的人 雖然跟拜仁一樣 都是大概花了超過一億 但是多蒙特就買了五個球員 拜仁就只買了兩個球員 這個多蒙特的五個球員 包括艾卡莎、哈薩特弟弟、伯蘭特、侯母斯、舒侯斯 前中後三線都已經得到補充 多蒙特多個位置都可以得到填補 但是霸人就只是補充到後防線 而最關鍵的左右兩邊進攻點 還沒有著落 還沒有找到2R的替身 現在多蒙特經爾可以進入轉會操作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清走一些多餘的瘀血 看看可不可以賺轉會費回來再買人 但是霸人根本沒有多餘的球員 現在只有17個一線球員 轉會槍每過一天 我都為霸人擔心 他們現在是未夠人去埋班 而且擔心的人不只是我一個 很多霸人的球員也是很擔心的 包括他們的隊長紐亞 由於之前南武因為接受過一些 未經霸人批准的訪問 而被罰款5萬歐元 所以紐亞就算要發聲 可能都要選一個間接的方法 他可能叫了他經理人出聲 就替他給壓力管理層 紐亞經理人克洛特接受訪問時表示 拜仁目前就跟英超前四的球隊距離越拉越遠 拜仁根本不夠整體實力 現今的班底就跟他的客戶 紐亞所渴望再次奪得歐聯冠軍的紅心 根本並不匹配感話 紐亞經理人這番言論 就真的講出重點了 而且也直擊了拜仁的要害 拜仁高層的心臟要害 據悉管理層非常不滿 也馬上衝出來說 這番言論並不是紐亞觀點 只不過是他經理人一相情願想法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拜仁球員 想法是跟經理人一樣的 包括中場的球員 泰亞高艾簡達華 未來的隊長金美智 以及波蘭前鋒利雲道夫斯基 他們都是一致裁定說 拜仁是需要繼續買人才行 很明顯這班球員就是知道 如果拜仁一些事都不再做下去的話 買不到兩邊進攻點的話 下一季這個德甲冠軍 就真的要拱手相讓 給經理再進一步進化了的多蒙特 因為聽說如果買不到兩邊進攻點的話 下一季拜仁轉352 352就不夠進攻火力去破密閘 打歐聯強強對決來回高速球 都是只有首次的 其實拜仁是有很多存款的 大家說真的 而且這些錢不是單一一個戶口的定期存款 而是分散在很多個不同的帳戶 包括證券的帳戶 而其中一個最大額的資金 最大部分的資金 就是存在在拜仁的合作夥伴 這個就是預保銀行裡邊的 那拜仁的財政文件當中就顯示了 他們的流動資金是可以達到2.2億歐元的 是買完兩個法國防守大將之後 都還有2.2億 那用完這2.2億的話 就可以買到兩個頂尖的球員 如果用一半的話 其實都可以買到兩個有潛質的球員 那既然拜仁的CEO路文尼加 都說想衝擊歐聯冠軍 那是不是應該要用2億去買人呢 那其實呢 都不會說要每一季都這麼瘋狂買人的嘛 不會說每一季都這麼瘋的嘛 一季瘋完之後 那下一季呢 就可以好像皇馬那樣 儲回幾年錢的了嘛 那但是最近 CEO的這個呢 是路文尼加就說 現在轉會市場 已經去到一個病態的階段 那就是說呢 用過億去買一個球員 根本是不現實的 那還說自己呢 已經花了一點2億的了 已經是單一轉會槍裡面的紀錄 那這樣說一說呢 也就是說呢 不會再買大牌球星 那不怪得知為什麼呢 現在這個利來新來就沒有了 聲氣了 另外呢 巴塞的單比利也都說 留在巴塞了 其實呢 霸人有流動資金的 他們根本有錢買人的 那為什麼要說到霸人不可以呢 就是沉淪於高價轉會當中呢 為什麼要說到這麼清高呢 那轉會市場呢 這樣這樣這個情況都沒有辦法的 你霸人想拿歐聯就要跟下去的啦 要去承受通脹的壓力的啦 那所以呢 我懷疑呢 其實一切都只不過是面子問題的 很可能買不到大牌球星最大的原因 只不過是他們的主教練 尼高高華呢 就缺乏吸引大球星的魅力 那如果上季有看霸人貴初的賽事 都會知道呢 尼高高華的撞板戰術呢 是非常失敗的 那球隊呢 是要完全不再跟他那套呢 才可以正常回的 那所以啦 如果我是尼萊珊尼見到這樣的情況呢 就算多想離開曼城都好呢 你要他在這個哥迪奧拿和尼高高華之間作出選擇 就根本想都不需要花時間去想的 所以最近也都聽到就是奧道爾 也都很接近 就是跟這個林帕特所執教的車路士續約了 那但是霸人呢 沒有了奧道爾這些選擇 沒有了尼萊珊尼 單給你這些選擇都好 但是都是不可以停的 一定要呢 就是買到兩邊進攻點為止的 那就算買不到大球星 那都還可以向年青球員著手啊 那我都認為不是不行的 那買些有潛質的年輕人回來 去給壓力高文和基拿比 那看下哪些球員是可以脫穎而出 成為頂尖球員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所以啦 最近就傳出他們想收購一些 就是不過22歲的球員 那包括就是這個 就是PSV燕毫分的左翼球員 這個就是貝雲職啊 不過其實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霸人會對他有興趣 事關這個球員的級數呢 是很一般的的 進攻的招式範數不多 射門的技術不高 視野也是一般般的 那他只是快的 那但是都要4千萬歐元 所以真的想都不用想這個球員的了 那另外呢 他們還有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就好很多的 那就是這個美洲國家杯 冠軍功臣之一 左翼的愛華頓 那而且只需要2千至3千萬歐元 那價錢呢 就非常的漂亮 那不過其實這個球員的整體合作性 整體意識呢 依然是一般般的 那我不停要巴西國家隊出他 打正選的原因 是只不過技術上 戰術上的考慮 是需要他的速度 那但是你要多看他幾場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的合作性一般的 就是必須要透過一段時間的悉心栽培和開竅 才可以令到他脫離毒食的壞習 那所以就算他來到霸人 都其實很難立刻威脅到 就是經已進步了的高盟 不過幸好 最近霸人傳出還有第二個選擇 那就是亞即市的施耶治 那有聽得我何榮奈的都知道 這個轉會槍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施耶治 我認為他赤手可熱的 平靚靚靚的代表 那雖然只不過是需要3千萬歐元 但是根本呢 就絕對夠級數呢 就是效力霸人打歐聯的 那一來到呢 施耶治就可以立刻打右邊的正選 而且他是半主角的球員 可以內切入禁區頂中間做創造 霸人整個陣容當中 都沒有這一類型的半主角 值得收購的 而施耶治 絕對可以在欠缺 尖士諾迪古斯或者湯馬斯梅拿 缺陣的時候呢 成為霸人禁區頂的創造者 那之前施耶治拒絕西維爾的原因呢 就是他說想去大球會 那我相信霸人應該合他胃口的了 那我自己呢 就非常之希望 渴望這一單交易會成真 那不過呢 我絕對不希望主教練尼高高華 收購中場中的願望會成真 那我真的不明白 尼高高華在想什麼的 霸人根本沒有理由再需要買中場中的嘛 那現在兩個新加盟的法國後防球員 又可以打閘 又可以打中堅 而這個蘇尼呢 也都是必然正選 那如果帕華是打右後衛的話 金美智就可以打防守中場 如果盧卡斯奧蘭迪斯打左後衛的話 這個是艾拿巴 亦都是可以打防守中場的 那而且啦 中場中的球員還有 馬天尼斯、哥利茲卡、杜利蘇、山齊士、艾堅達華 那還哪需要買中場中啊 即是他建議管理層買中場中 是什麼理由什麼理據啊 打4-4-2-4個防守中場嗎 是不是 玩嗎 你留多些錢來買左右兩邊進攻 哪好過啦 還有啊 我亦都不希望 拜仁會和多蒙特去爭奪 這個克羅地亞前方 文素基治 文素基治 就只適合踢多蒙特 多蒙特 是沒有頂頭鎚的前鋒 那就要買他 但是拜仁已經有利雲道 這個頂尖的頂上功夫的球員 根本就不需要有那麼多同類型的球員 而且我都講過了 拜仁是需要找一個速度型的前方 去做利雲道的後備 這樣才可以加強強對決 打來回高速球的時候的速度 這樣才可以幫到他拿歐聯冠軍 雖然我都明白 就是拜仁的計劃是下一季才免費 要簽入來比錫的前鋒 天武雲那 但是 等到下一季才可以有他 那今季又怎樣 難道今季就不理嗎 難道今季就有得他 沒有後備前鋒嗎 沒有後備速度型前鋒嗎 那所以 今天我在這裡 就是會向霸仁介紹一個 是球員的 這個球員 就是可以暫時解決到 霸仁今季欠缺速度型 後備前鋒的問題 亦都可以立刻解決 就是霸仁不夠左右兩邊進攻點的問題 而且 一季之後 這個球員也都不會跟天武雲那 爭位踢的 這個球員百分之一百 就是霸仁今季轉回槍的真命天子 聽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我所介紹的這個人 是一個又可以打左翼 又可以打中路前鋒的球員 不過 又千萬不要誤會是文素基治 文素基治 打左翼仁達斯 打左邊 只不過在二甲成功 在歐聯是不行的 因為根本就不夠快 所以絕對就不是他 或者 可能會有人想起 愛華頓的 是李察尼神 李察尼神 愛華頓都試過打中鋒 不過 其實他最初 打中鋒的表現是很差 就不懂得做支點的 雖然 就是後來好一點 但是他 拆應 升出來高位 做支點 都還是一般 所以他都不是我的心水 我心目中的真命天子 就是王家蘇斯達的奧耶沙巴爾 大家都知道這個球員是左翼 但是我看他踢這個歐洲青年錦標賽 就真的看到我刮目相看 因為他在決賽對著德國U21的時候 他是踢西班牙國家對U21的正中鋒 並不是打 在球會的左翼 但是他這樣轉型入中路做支點 就已經做得好過很多正宗的中鋒 包括摩拉達 他是只有21歲 但是他適應力竟然是這麼厲害 而且還有一些速度可以打反擊 絕對是拜仁現在最需要的後備速度型前鋒 而且應該是不會貴的 那價錢肯定便宜過利來新尼 還有這個單比例一半有多 那真的要考慮一下 這個拜仁 而且這個球員奧耶沙巴爾 如果想更上一層樓的話 就真的要考慮一下出國賺食 事關就算加盟皇馬巴塞都好 是沒有位置給西班牙後棋之獸 但是他過來德國踢霸人的話 立即可以威脅到高雲的左路正選位置 如果打反擊快攻的話 也可以取代利雲道夫斯基 是霸人來說 出場的機會是不會少得去哪裏 而且霸人都有馬天尼斯 和艾簡達華這兩個西班牙球員 這兩個同鄉可以協助西班牙後棋之獸 去適應莫尼克的生活 那現在的問題 只不過是霸人高層究竟是否認識這個球員 而其實呢 照計霸人高層呢 是應該要看下今屆的這個 歐洲青年錦標賽U21的決賽 事關就是他們的國家德國隊 對著西班牙U21的 也都可以看著西班牙U21 怎樣擊敗德國U21 懂得看球的都一定會看得到 就是奧耶沙巴爾的作用 和他的可掃性 踢這個中路有得 踢左路也得的可掃性 那如果左邊是奧耶沙巴爾 右邊是施耶治呢 那奧耶沙巴爾左翼的是六頁 右邊的施耶治半主角 那這樣就構成中短形進攻 可以破密集的了 那高文基拿比出來 再配合中路的主角 湯馬士梅娜 那拜仁又有主攻的結構 如果打反擊的話 也可以用施耶治做超級連結人 奧耶沙巴爾做這個假狗支點 高文或基拿比速度型前鋒 那拜仁將會變化多端 那這樣就立即可以把這個 多蒙特立即押回去 多蒙特又不夠這個拜仁打了 那也會提升拜仁 拿歐聯冠軍的機會率 所以拜仁真的要考慮 所以立即要買施耶治 還有這個就是奧耶沙巴爾 加起來其實兩個人都應該不過一億 可能七千八千都搞得定了 絕對有錢買的 希望他們買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按廣告 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讓小弟有專業和收入 多謝各位先 記得要訂閱和按鈴鐺 還有用25元做專屬會員的 資助小弟的頻道 這個也可以讓小弟有個尊嚴 以及繼續免費每天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幫幫手 好了 那這裡就要講講手機 下面有固定的廣告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才能幫到手 電腦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 程式去 發現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一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出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中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明天再見 拜拜